分组讨论 准备教材 台湾慈青在志工和马来西亚慈青的陪伴下 来到世拉央慈济纪联合国难民署教育中心 当起一日教师给难民孩子们上课 语言不同不是问题 难民孩子的热情感动台湾慈青克服挑战 刚开始很害怕 可是看到他们的笑容和他们的热情 所以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表现我们最好的一面 然后给他们 我觉得他们很棒耶 因为尤其是我们有一位台湾慈青 他其实本身完全听不懂马来文 听不懂我们这里的国语 但是他都很用心地在讲说 他们在说什么 可以帮我翻译吗 打破语言隔阂 现场台湾慈青也带动手语 还跟难民孩子一起完成美工老作 来到安邦实际纪联合国难民署教育中心 慈青同学互动中对难民多了一份了解 也从孩子身上学习到知足与感恩 虽然他们的处境或者是我们从新闻 或者是很多地方知道资讯 可能会想要同情他们 不过从他们生命的态度反而会觉得说 给了我们上了一课 就是他们用他们很乐观的态度 在面对生命然后很知足很感恩 都让我要去学习这样 短暂的相处留下难忘的回忆 这一趟人文教育交流 让台湾慈青们也上了一堂宝贵的课 大爱新闻王真盈 林志勇 马来西亚报道